台灣師大於3月22日舉辦指引未來夢想無涯就業博覽會 吸引超過50家企業社攤爭彩 開幕式邀請到台師大吉他社演出 而後有台師大吳政喜校長林梅君學務長 台劇集團人力資源處陳馨寅人子長 國泰綜合正確林盛達副總經理為活動致死 我能看見昨日那場悲傷的憂鬥 那都是很久忍耐的善意 台灣師大現在已經是一個綜合型的大學 所以院長們對整個活動都相當的支持 也盡量的在支持我們的學生 讓他們有一個最好的就業能力 我想春天本來就是一個就業 非常好的一個季節 所以我們特別選在今天舉行就業博覽會 那最主要的目的當然就是希望說 可以讓很多的學生 他有多元的實習跟就業這樣的一個機會 在學校裡面教的 這個是我們的學養 我們的知識 但是到產業裡面 可能產業我們也需要有一些能力要去培養 好 那剛才像我也講到 台師大現在是中和性的大學 我們有很多的職權 很適合這個同學 在活動進行期間也訪問到國泰綜合政權 林勝達副總經理 京城資訊人才發展處黃秋平協理說明企業看中的特質 以及提供的人才培育計畫 我們國泰綜合政權的核心價值是誠信當責跟創新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新的同仁能夠具備這樣的特質 我們現在其實對於所有的軟體工程師都會在每年半年都會請到他們 安排他們一些專業的課程跟某些的證書 讓大家可以去學習 科技業吧 因為我是理工科系的 所以喜歡科技業多一點 職涯發展中心也陸續推出爭才相關活動 鄉親請上職涯發展中心網站查詢 校園記者陳育成 柯曉宇採訪報導